大家好,現在是早上時間7點 小弟為了整片就通了一頂沒有睡覺 這條片又是搞什麼呢? 就是同樣地說這個周年爆絕Multi Gacha 玩這個Simulator,跟大家一起玩 去做一些Case Study 不斷拌出五隻蟲出來給大家 然後就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小弟的挑衷 傾向和挑衷的原因 希望會給大家一個參考 大家可以去按停 然後看一下那幾隻蟲你會怎樣選 然後再去開聽我怎樣選擇那幾隻蟲 做一個小小的互動 照下留言主題 先玩火屬,由左到右 火屬 現在我抽第一口 我每一個都會玩大概3分鐘 火屬一開波 你會看到這個狀況又是Kamairo 又火屬 這個都不需要去特別理會 這個都不需要去特別理會 火屬,不就是Kamairo 一定是你唯一的選擇 如果你剛好在這個情況打中了的話 我們現在就再試一下第二尊 好,就到這個了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西的東西 OK 比較西的東西 但其實實際上又不算是全 因為中間有兩隻都比較推薦你入手的東西 其中這隻是一個獸少女 就是一隻好用的火屬 ADW的貫通寵 這隻好用的火屬貫通防火牆寵 另外這隻殺比就是魔力之天梅的一隻終極的兵器 如果你讓我選擇的話 小弟我自己兩個 這個帳戶 就是我自己的帳戶 我這兩隻都沒有的 實在上 我會選擇殺比多一點點 就是這一隻 因為本人每個月都會打這個肉扭2 有隻殺比的話 整件事我就輕鬆很多 還有小弟是拿著四個帳戶 我選擇他的話 我就會有四個帳戶一起有 我就可以複製四隻殺比出來 就融掉魔力之天梅 我每個月都可以這樣做 整件事就舒服很多 於是我自己就會選擇殺比 同樣地這裏 爆了一堆東西出來 在這個情況下 最大獎通常都是MALA 但如果閣下小弟 都已經有不少隻MALA的話 MALA就不會選擇 以小弟的狀況來說 在這五隻中 我會選擇殺比 因為我沒有殺比 另外那幾隻 我也有 這兩隻更加不想要 火屬就玩完了 我們接下來玩水屬 水屬 這一抽很簡單 只能看到白騎士 都不用想 是白騎士一閘 如果閣下已經有白騎士 我會推薦你選擇這隻直升機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其他都不太選擇 好了 到這一抽 這一抽 基本上不太需要選擇 推薦你有兩隻 正常來說 我會建議你最好選擇 毛利元咒 如果你有毛利元咒 你就可以考慮 Empire 或者是 這個 如果這兩隻 剛才說的三隻 可以向 雞 和 向 流利賣 手 不過也很少會這樣做 通常不會向這兩隻賣 OK 那又下一個抽 好了 接著到這一抽 這裏 基本上都不用想 基本上就是信像X 但是 像小弟那樣 小弟幾個帳戶 一般正常情況來說 是信像X的 但是 像小弟那樣幾個帳戶 都有信像X的狀況下 我會反而自己選擇 這隻 這隻物體 因為這隻物體 我幾個帳戶都沒有 所以 我會選這隻 就備用 慎防有什麼事 冤枉我肌的時候 起碼有得解決 那如果 如果 這種狀況 我不選這隻 就選擇一隻信像X 那我就 覺得有一種 不太舒服的感覺 好了 那這裏 糟糕了 那你會見到 有大獎 毛利元 再加魔西 一般正常情況來說 一定是魔西的 但是 如果你的魔西 一組有幾隻 幾隻 放在這裡 我會推介你選 毛利元 如果 毛利元 你也有 這隻 Crystal 推介你入手 因為都是少有的物體 Crystal 這隻 是 次一級的 拿破崙 所以 你也應該要有 如果你 沒有拿破崙 或者拿破崙 不夠 沒有數 OK 向下 一抽 我們有 這口 你會見到 有新水天 基本上 都不需要想 新水天一閘 如果你已經有一隊 艦隊 新水天的話 你理論上 旁邊這四隻都不應該沒有 如果你有一隻是沒有的 那你就建議你選 新水天 就是最好 其他那些都選不下手 不要想 水屬又玩完了 我們接下來就玩木屬 木屬是 最不推介你選的屬性 今時今日 但我會照跟你玩 五口 第一口 第一口 我見到藍丁 隔壹 見到成吉思汗 我會見到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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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呢 小弟是會選 這裏正常來說 這裏呢 其實每一隻都有些用途 即是梅林有用 然後 雪州有用 然後藍丁 這些銜定又好像 放在那裏 又好像 有點吸引 那譬如以我 即是正常的情況 來說 這就看需要 譬如如果你是打均絕 不是 你打爆絕 你沒有這個 雪州打糧糧 有點痛苦 那你又應該敬請選雪州 那如果你已經有了雪州 那你就要想一下 其他有沒有什麼地方 需要用到 那譬如以正常情況來說 我自己呢 我幾個帳戶都是沒有藍丁革議的 那我幾個帳戶都沒有誠吉思汗 那但是呢 我這次呢 是會選擇藍丁革議的 因為藍丁革議呢 我四個帳戶一次過有的話 那就算他日他受神化呢 那身為一個女孩子受神化 他怎樣都好過這個 成吉思汗這條痴漢 那還有他有未來性一點 那我會選他 然後複製人大軍 我會變成四個帳戶一起有 這個藍丁革議 那於是我就會選藍丁革議 在這段來說 那譬如如果藍丁革議 你也有的 那可能你就是成吉思汗 那這個是一個 幾好的例子 是這一段 這一個好像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拿 這個是宇宙大癡線垃圾的例子 那這一堆裡面 基本上就看看你哪一隻沒有 那你就選哪一隻 對 OK 這裏裡面哪一隻沒有就選哪一隻 那如果你每一隻都有的 你就 你就隨便選 哈哈 哇 這麼睡 這麼睡 好 好啦 那到這一口 這裏也是比較 都是西的啦 這裏也是比較西的啦 那如果你是沒有羅賓的 我會建議你選的 先選定 那羅賓這個年代是沒用的 那但是 他會瘦的 總會有一些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 你拿了的話 那你就 散掉不必要的煩惱 到時瘦真的很厲害 那你也可以馬上使用 那如果羅賓之外 就是高層 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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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有的 那這兩隻頭兩柱 你也有的 那你就向楊展 或者向這個亨他之揮手 OK 那大致上就是這個 那這隻 那這隻 咬之原 暫時是咬的 那 就算他瘦 你說好不好打 我暫時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 以現況來說 我看不到他瘦 反而 如果你這樣說 楊展 瘦的機會大 因為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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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賭J 不如你賭楊展 如果你正常來說 都是說哪隻 沒有你就抽哪隻 你就選哪隻 那 每隻都沒有的 就是羅賓或者高層 那這就視乎你起我 如果你以戰鬥狀況 用途來計算 高層會比羅賓大 在今時今日仍然是 那 那 剛屬啦 一獲過就抽到這堆 寢東西 那這堆寢東西 都非常寢東西 那其中 不作考慮的東西 是 是 是 力叩和 林布蘭 今時今日 那這三隻 我會考慮的 那譬如 這三隻來說 我會推薦你中間那兩隻 其實實在上 那如果你說 譬如中間那兩隻 你也有 那或者你覺得 Baby Aku 是 會有未來性 它會受神化 真的厲害 有得救 所以你都可以選 這個Baby Aku 那這裏是一個 絕望的一抽 那如果以小弟來說 我會選拉丁 因為我沒有拉丁 我好像很多個帳戶都沒有拉丁 那我自己的帳戶 我就會選拉丁 那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那到這裏 這裏是 這個是很好示範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示範 好示範到 我會告訴你 這裏來說 幾隻都有用的 其實每隻都有用的 基本上每隻都有用的 譬如這裏 起碼有三隻打塔用的 打禁忌之獄用的 兩隻是恆常些 比較煩用的物體 基本上你打禁忌之獄哪一層缺 那你就選哪一隻 其中如果你說禁忌之獄 這兩隻是打第十獄的 最好的話 我會推介你 如果你是打第十獄 海武達爾是最好的 這個 這個是趙雲 譬如看你有沒有趙雲 如果你沒有趙雲 那這些都是很硬的 趙雲 還是一隻很硬的選擇 這裏都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如果你讓我選 我會選 我會選 海武達爾 因為我是不夠海武達爾 不夠屈 所以就選海武達爾 如果你是 這個就是看人 這個看人 這個看人 沒有標準答案 這個完全沒有標準答案 好 那我們就到這裏 嘩 這個真的是 宇宙大銀牙瓦 宇宙大銀牙的狀況 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抽彈 你要一次過看到有幾隻有用的角色 先說沒用的角色 心蘭苑和美魔是不作考慮的 你只需要考慮就是這三隻 辯才天是大獎來的 香菜都是極端痛苦 和你要拿都未必容易拿到的東西 都是第一件事 我自己 先說我自己 我自己就有香菜 四部機裡面就有香菜 有趙雲 一隻辯才天都沒有 我一定會選擇辯才天的 我自己 如果各下有辯才天的 也可以不用考慮 但如果你不夠多 你都應該要選擇辯才天 辯才天是起碼推介你有兩隻的 就算是兩隻神話 如果你辯才天有了 其實你都可能想著 考慮香菜都可以 譬如你 不是喔 我想打禁忌之外 我想洗薩拿回來 趙雲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趙雲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就視乎你的取學取態 這也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這也是非常歐洲 同時也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歐洲抽 接下來就是最後的暗屬 試了暗屬幾口 這影片就會正式下載 希望可以給大家參考 暗屬 這裡也不用考慮 這裡基本上就是Metatron Metatron 新天使系列 當然是拍久了 拍久就可以了 就算現在不要打到 然後是銀 這一堆裡面基本上 一隻都是 不算太過等小 有些叫有些用 但就不是很常用 還未去到說必須要有 其中哪些有些用呢 第一隻是暗狗 第二隻是蝦種 然後有些未獸 譬如你這隻元妃 是未獸的 然後這隻Archelius 這隻都少出的 然後到這隻 我基本上有一個帳戶 但我未放過 所以第一件事當然看 有哪隻是特別沒有的 你可以考慮就是那隻 如果你給我選 在這裡小弟會選 元妃 因為其實小弟在這堆裡面 我好像只是沒有元妃 或者元妃不夠多 又只有一隻半隻 我怕他瘦的時候 不夠重玩 所以我就會選元妃 等他瘦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用到 好了 這裡也不用考慮了 這裡一定是正德 正德是限定 正德是一隻抽硬的 但其實這裡 你還可以考慮第二隻 就是這隻阿伯 這隻阿伯就是一隻 非常推介的腳色 因為其中一邊 是打這個乾爆絕 這隻阿伯 是超級色正種 超級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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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這隻阿伯 總之兩邊都厲害 所以這隻阿伯 其實這隻阿伯 也是一隻強角 如果你給我選 我都會有點坦定 因為正德 又限定 也有戰鬥力 這隻阿伯 又有戰鬥力 很坦定 給我自己的帳戶 去分析的話 我是會選擇阿伯 因為我有正德 實在上 我有正德 所以我一定會選擇阿伯 其他那些 如果你這兩隻 剛好又有了 那你選什麼 劍道布 好了 到這裡 嘩 這個是宇宙大煩惱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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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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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煩惱出現了在哪一層呢 就是 同時間出了兩隻暗天使 大乱挖 那這裡 一般正常情況來說 如果以戰鬥力去計算 就一定是選擇老西法 那譬如你今時今日 你的老西法不夠兩隻 或者以上的話 那就推薦你有兩隻 或以上的 但是呢 問題就來了 那譬如你選了老西法的話 那他招突然間 Metatron 被人救濟 或者被人接待 那時候 就會變得沒有貨膠 就會滋滋煙 那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頭癢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 就要搬小弟做例子 那以小弟的狀況來說 小弟有很多西 我小弟有很多老西法 已經好像有三隻 四隻 一個帳戶都 所以小弟是會選Metatron 然後就會終結了 我抽這個 暗Fest的權利 然後就蓋覆這個 蓋覆卡 就是Tanendo 那這個就是小弟的解 小弟會考慮 就是Metatron 就是新暗天 就不是老西法 但是如果老西法 你不夠的話 是推薦你選老西法的 反而 OK 那因為老西法 現在已經被超秀所除了名 那實際上你真的不知道 他哪裡有得抽 他就不要說 那只知道近期MV有得抽 那就非常的卑鄙無恥 哈哈 這個真的很卑鄙 這個真的很卑鄙 那這次基本上 玩這個SIMULATOR 都玩了一段時間 那譬如如果 可以去玩這個東西去考自己 或者幫自己去清晰一下你的思路 究竟這些情況我會怎樣選呢 究竟有些什麼 實際上我一定會需要 然後就選下去 例如你可以去玩這個東西 去獲得一個老寶 即是老內寶元去體驗一下 究竟當你遇到那個狀況 你會怎樣處理 那你也可以去 再Define清楚 究竟你的實際上 你想要的寵物是哪些 那你就可以target好一點 然後就再去抽你這一口 重要的一抽 那這個就是SIMULATOR 那我是推介你玩的 那希望這條影片裡面 小弟簡寵的一些傾向 是會幫到各位朋友 可以有一個參考的作用 那我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